1990年1月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 这一年他85岁 我希望创造一个记录 我自己是成全活到97年 97年 我当买包鞋 当买包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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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你能够到香港来看看 希望你到香港看看 就是要中国社会香港之后 到香港实际的固执上 这么看一看 一定的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李嘉诚先生问起中国政府 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 邓小平说 不会变得 同阔能变 觉得好 这个人不是说 短期不变 是长期不变 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 对 就说五十年不变了 五十年之后 更没变得到 对 对